家里马桶堵了,维修师傅将几个避孕套掏出来,脸上一言难见,小伙子,你们也太乱来了,这东西丢马桶里能不堵吗?你们年轻人玩得激烈是正常的,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嘛,我的脸色无比的难看,最近我都在出差,根本没有和女友鼓掌,并且我从来不会将避孕套丢进马桶里。 维修师傅走后,我看着垃圾桶里的避孕套陷入了沉思,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,装小梦,出轨了。 这一刻,愤怒和悲哀,这两种情绪萦绕在我的心头,我死死地握着拳头,恨不得现在就过去把那贱人宰了。 但我很快又冷静下来,我不能杀他,不是因为舍不得,也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他,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不配,是的,他不配,我没必要为了他搭上自己的后半辈子。 杀人固然简单,可杀了人之后,也要赔上自己的余生,我必须思虑出一个周全的计划,我不仅要报复庄小梦,我还要报复那个他出轨的对象,我要他们不得好死。 有了主意之后,我决定先装作不知道他出轨的事情,我将垃圾收拾了一下,然后拿出去扔了,又把家里打扫了一遍,最后坐在沙发上,安然地看着电视。 表面上我装得十分平静,可实则不然,我的内心世界依旧在剧烈地波动着,即便是到了现在,我也不愿意相信装小梦会出轨,可是事实摆在眼前, 我还做不到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,我深呼了一口气,努力抑制住了这些杂乱的情绪,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,先装作不知道。 然后暗中调查他出轨的证据,没过多久,装小梦就回来了,他还是和往常一样,可爱,甜美,是那种邻家女孩的味道,我强压下心中的厌恶,看过去对他打了个招呼,回来了。 嗯,他开心地笑着,脸上有着两个小酒窝,分外诱人,小默默,今晚上我们吃什么,他一屁股坐来我的旁边,对于我的脸上亲了一口,我本想躲过去的,可又觉得有些不妥,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,任由他亲了上来。 小默默就是我,他平常都是这样喊我的,但其实我叫柳默然,以往他喊我小默默的时候,我觉得很甜蜜,可如今,我只感觉恶心,像吃了苍蝇一样,可我并没有表现出来。 我微笑着伸手,弹了一下他的脑瓜,然后柔声说道,点外卖吧,不想出去了,也不想做饭。 有点累,好,他也没有反驳,捂着额头瞪了我一眼之后,就去洗漱了,吃饭的时候,我故意叹了口气,他听到后,一脸疑惑地看着我,轻声问道,怎么了? 这段时间,公司事情太多了,明天早上我还要出差,这次可能要去半个月,比较远,我遗憾地说道,他表现出一副失落的表情,但他的演技不好,我能看得出来。 他的内心深处,早已无比欢喜了,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,眼中怒火中烧,在这一刻,我险些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,我很快低下头,扒了两口饭,心情平复之后,这才抬头看向他,对不起啊,本来答应了你要好好陪陪你的,我十分歉意地说道,表面上满是内疚,没事啊,工作要紧嘛, 他很是低落的样子,但那个演技实在是太差了,我如今看来,竟然全是破绽,真是奇怪,我以前怎么就看不出来,他是在演戏啊,果然爱情让人盲目,嗯,快吃吧,我答应你,下次一定好好陪你,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和往常无异,好,晚上的时候,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, 我没睡着,但他却睡得很香,黑眼中,我看不清他的脸,但是我看清了自己的愤怒和报复的疯狂,我醒来的时候,他还睡在床上,我深深地看了他一样,目中再无丝毫留念,这是最后一次了,最后一次,我们睡在一起,出门之后,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, 以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为由,请了一个月的假,我不知道一个月够不够,但是不管如何,就算丢了这份工作,我也不会让这个贱人好过, 紧接着,我在离家不远的酒店开了间房,我特意要求他们给我开了一间窗户朝南,楼层不低于六楼的房间,因为酒店的南侧就是我家所在的小区,我去开好的房间里面看了一眼,透过窗户,我能清晰地看到小区大门出入口的所有人群,位置很好,符合我的预期,但我并不打算就这样监视他的行踪, 没那个必要,现在还不是时候,更何况,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我看了眼时间,现在也快到了他的上班时间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他会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内出门,我静静地看着窗外,果然在一分钟后,看见他走出了小区门口,眼看着他走远之后, 我这才受回心神,好了,我也该出发了,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后,我便离开了酒店,我找到几个朋友,让他们帮我搞到了一些针孔摄像头, 然后我拿上这些摄像头,悄悄前回家中,我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放上了这个摄像头,卧室,打厅,厨房,卫生间,我没放过任何一个地方,我就是要看看,他们究竟能在家里玩出什么花来,确认摄像头无误之后,我又将动过的所有东西都摆回原样,做完这些,我才离开这里。 接下来,便只需要等他下班,然后收集证据就可以了,我回到酒店,默默地等着庄小梦下班,所幸我并没有等太久,因为当我做完我要做的事情之后就已经到下午了, 很快,我看见他出现在小区门口,并掏出手机打出去了一个电话,一边打,一边慢慢地进了小区。 正当我以为他是给他的出轨对象打电话的时候,我的手机却响了起来,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起电话,而是等了一会,在感觉时间差不多了之后,我过去接起了电话。 喂,小默默,你到了吗?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。 我能听见一点点风声,应该是还没到家,到了,我回应了一声,声音中听不出一点喜怒,到了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。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?忘了忘了,下次我一定跟你说,又闲聊了几句,之后我们就挂了电话。 我想起来,之前每次出差,他都会询问我是否安全抵达。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关心我,直到今天我才明白,他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处境是否安全罢了。 我到了之后,他就能够肆意妄为了,我冷笑两声,将手机丢在一边,然后静静地看着窗户外面走神。 我不知道,他今天会不会让那个男人过去。 虽然我决定概率不大,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一丁点的可能,所以我守在一旁守到很满,遗憾的是,如我所料一般,那个男人并没有来。 第二天,他一如既往地去上班,看起来和平常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。 但我知道,今天晚上,他回来的时候就将是揭晓答案的时候,我也不在乎多等那么一段时间,所以我躺回床上,无所事事地玩着手机,直到时间慢慢流逝,来到他下班的时候。 果然,他这次并没有一个人回来,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,那个男人看上去大概三十多岁。 庄小梦挽着他的手臂,一路有说有笑,看上去十分恩爱,只是让我疑惑的是,这个男人看上去有些眼熟,我应该在哪里见过,我细细地回忆了一番,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 于是,我只能放弃了这番回忆,开始通过摄像头查看他们的行为,刚已倒架。 那个男的就急不可耐地把庄小梦扑倒在沙发上,我忍着恶心,在监控中截了几张图片。 这几张图片就是证据,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人的面容。 拿到我需要的东西之后,我果断地关掉了监控,这种让人恶心的画面,我可不想多看。 我并没有那种特殊的癖好,接下来,我便要开始调查那个男人的身份,我要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,要知道他的住址和名字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那个男人很有可能要明天早上才会离开,但也不一定,他可能今晚就会走,于是我只能再次打开监控,观察他接下来的动向。 我打开监控的时候,他们已经结束了,此时两人正坐在餐桌上吃饭,我皱眉看着他们吃饭,然后一起看电视,又一起嬉笑打闹,正当我有些不耐的时候,那个男的突然站起来走向门口,看样子是要准备离开了,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。 没想到他还真是今晚就走,我看着他出了门后,不再犹豫,慌忙跑下楼去。 在小区门口等着他出来,不过我刚到小区门口,就看见他走了出来,我转过身去,毕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我,或者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的照片,但是为了谨慎起见,还是不要让他看见我的好。 我一路上悄悄悄跟随着他,看见他进了一个别墅,我默默记下了这个地址,然后又连夜赶回酒店,第二天,我五点就醒了过来,匆忙洗漱完后,我又花了半个小时来到了那栋别墅前,随后我就在别墅前安静地蹲守,功夫不负有心人,大概八点左右的时候。 他果然出了门,我一路小心翼翼地跟着他,看见他的车停在了一家公司的下面,我看着这家公司有些出神,这是庄小梦上班的公司,原来他们是同事。 紧接着,我似乎想起了什么,打开了庄小梦的朋友圈,我一条一条地看着他的朋友圈,终于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,这条朋友圈发布在一年前。 文案是,感谢领导的信任,我会再接再厉的,配图是庄小梦和那个男人的一张合照,既然文案上说的是领导,那么大概率是他们公司的高层,如果真是公司高层的话。 那么就好办了,我去网上查到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,里面就包括了一些高层的介绍,而我也因此知道了那个男人的名字。 马守德,我看着这个名字有些想笑,多么讽刺的一个名字啊,守德,究竟有没有守住,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,目的达到了之后,我又回到了别墅前。 我想知道,马守德有没有家事,我十分耐心地守在别墅前,大概十点半左右的时候,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从别墅中走了出来,看这个女人的年纪应该跟马守德相仿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 她很有可能就是马守德的妻子,既然有妻子的话,那就好办了。 我跟着她来到了超市,看见她在那里买菜,思索了片刻之后,我走上前去,故作惊讶地说道,请问您是马守德马领导的妻子吗? 她愣了一下,猛逼地看着我说道,对。 请问你是,我做出一副激动的样子,太好了,想不到居然能在这里遇见您,我是刘真,您叫我小刘就好,她有些尴尬地点点头,显然不知道要怎么跟我接话。 我接着说道,我们公司和马领导最近有个合作,我也是因此和马领导相识的,我经常听见她提起您,说您温柔贤惠,端庄大方,还给我们看过您的照片,今天一看见您,我就觉得眼熟,所以试探性地叫了一声,没想到您还真是马领导的妻子,您看我也没拿什么东西,要不这样吧,您看上什么东西,只管拿。 呆会让我来付钱,这不好吧,她还是没反应过来,话语间还是有些局促,没问题的,就是有件事需要您帮帮忙,我趁热打铁地说道,没给她任何思考的机会,啊,什么事啊,听到有事,她显得更加局促了。 我挠挠头,故作尴尬地说道,这不我们公司领导很看重这次合作吗?但是马领导那边最近出了点问题,说到这里,她突然表现得有点紧张,什么问题? 我笑了一下说道,您不必紧张,也不是领导她出了问题,是另一家公司去找她合作,她觉得另一家公司更好。 所以,终止了与我们的合作,但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想试试,所以让我来找马领导,但是马领导不愿意见我,甚至还把我的联系方式删了。 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转述一下我的诚意,可以可以,她松了口气,想都没多想,就答应了下来,或许对于她来说,这就是一件小事,那太好了。 您看我们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?她疑惑地看着我,我感觉说道,您别误会,主要是还有些文件需要您给马领导看看,相信她看完了之后会更相信我们的诚意的。 她犹豫了一下,随后才点头硬道,好吧。 太谢谢您了,我如约帮她支付了这次买东西的钱,然后又把她送了回去,说实话,我的这个临时起义并不把稳,只要今天马首得一回到家,那么我的谎言就会被戳破,不过我不在乎,即便这次计划不成功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,况且,我有很大的把握。 她今天晚上不会直接回家,因为马首得的妻子买的菜,只够今晚一个人的分量,这说明,马首得很有可能跟她妻子说过,今晚不回家吃饭。 我回到酒店,下午的时候我果然看见了马首得和庄小梦一起进了小区。 我偷偷拍下几张他们同行的照片,然后发给了马首得的妻子,并且还给她发了一句话,你丈夫出轨了,这句话的下面是我们小区的地址,地址具体到了门牌号,很快,那边就回了一条消息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?我答非所问的回了一句,再不来就来不及了,这条消息发过去之后,那边就没了动静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她应该在赶来的路上了。 果然,大概半小时之后,我看见马首得的妻子匆匆进了小区,后面会发行怎样的争吵,我大概也能猜到一些,就是不知道最后局面会变成什么样。 我也没打算进去看,一来是害怕暴露,二来就是没兴趣。 毕竟我和马首得的妻子有什么区别,我们都是蒙在鼓里的人,只不过我比她早发现一点点罢了。 当然,最重要的是,我手里有监控,所以根本不需要进去,虽然听不见声音,但是我可以看见他们的动作,想到这里,我还是决定看一眼,刚打开监控,我就看见马首得的妻子重重地打了马首得一巴掌,然后又一巴掌甩在了庄小梦的脸上,爽。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爽,赢了一局游戏都没让我这么爽过,我细细地咀嚼着这种情绪,等到再次看向监控的时候,家里面就只剩一个庄小梦了。 我知道,时机来了,于是我不再犹豫,慢悠悠地往家里面走去,到了家门口后。 我并没有直接开门,而是不轻不重地敲着门,门那边传来了一个比较慌张的声音,谁?我。 我懒懒地回应道,她听见我的声音之后,似乎松了口气,然后说道,等一下,我猜测,她应该是想用她的那些化妆品,遮盖脸上的巴掌印,我也没有回话,静静地在门口等着,不知道过了多久。 她这才缓缓地开了门,打开门后,我瞅了她一眼,埋怨道,怎么这么慢,她支支吾吾地说着别的东西,却没有接我的话,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,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,当然是怕你出轨呀。